對某些人來說,成為創造者這樣的想法 聽起來可能相當嚴肅 這些好像是特別留給達文西、沙士比亞 或者簡奧斯丁的頭涵 然而事實上,你就是創造者 通過吸引力法則,你創造了自己的生命 很多有創造力的藝術家和文學大師和你一樣 在文明之初就已經將這個秘密運用到繪畫、戲劇、詩詞和散文之中 這個並非巧合 想想小時候聽過的那些童話故事、語言、神話和傳說 吸引力法則一直在裡面 你看看,故事裡的英雄有個夢想 一個打從心底想要達成的願望 當他夢想得夠耐,期盼得夠認真 而且證明自己夠資格 一股神奇的力量就讓夢想成真 在一些典型的童話故事裡 許願星、魔斗或者神仙教母子的就是吸引力法則 而在電影中 吸引力法則就是元力 又或者是自尊魔界 又或者是那位從神燈裡出現 找樂實現阿拉丁每個願望的精靈 你看 精靈、元力、自尊魔界和這個秘密都是同一回事 同樣 你也有自己的精靈、元力、神仙教母、魔斗 又或者許願星 只不過他被稱為吸引力法則 然而和這些童話故事不同的是 吸引力法則是真的 是一股為你服務的宇宙力量 他不會去評判你、測試你 或者要你證明自己值不值得 他只是傾聽你的每個想法 心願和渴望 讓你夢想成真 英雄榜 華德迪士尼 如果你想要在荷里活 甚至是全世界的歷史上 找出最偉大的夢想家 華德迪士尼會是個相當好的例子 他創作了米奇老鼠 更不用提迪士尼主題樂園神奇王國 和那些很多經典的童話電影 而且他過著做百日夢 拒絕與現實妥協的生活 大家都知道 他不顧自己面對的逆境、破產、創意被盜用 又或者被那些所謂荷里活和華爾街專家的批評和嘲諷 依然堅持願景到底 最後證明那些專家全部都錯了 他與哥哥羅伊湊足資金 成立了一間工作室和一個卡通繪製高手的團隊 當時他才21歲 接著他成功創造幸運套奧斯華系列 但他的發行人買通整個製作團隊 更糟糕的是 還以為欺騙的手段讓他失去了奧斯華 但他並沒有因此被擊垮而是繼續做更大的夢 繼續相信奇蹟,讓神奇的力量發生 就是這個時候他創造了一隻會說話的老鼠 而接下來的故事就好像大家所說的已經締造歷史了 這個歷史又多麼輝煌? 迪斯尼是第一位在卡通使用同步錄音技術 第一位推出彩色卡通 第一位製作動畫影片 以及第一位創建主題樂園的人 迪斯尼模擬是最偉大的夢想家之一 他的夢想全部都實現了 只要夢想得到就做得到 要記住 這一切都是從一個夢想與一隻老鼠開始的 來自電影製作人、企業家 華德·迪斯尼 如果你和迪斯尼一樣有很大的夢想 或者只有小小的抱負 你都會很樂意知道這個已經有兩千年歷史 幫助你接通自己內在精靈的創造過程 但是它不會像迪斯尼卡通的精靈一樣 只給你三個願望 事實上你選擇有多少願望 就可以有多少個 創造的過程 你或是聽過有求必應這句話 這樣無論你是基督徒、印度教徒、猶太教徒 或者擁有其他完全不同的信仰 所學的都是一樣 你所渴望、找尋、要求的一切 都可以通過這個創造過程的簡單三個步驟來達成 要求、相信、接收 要求想要的東西 就好像在網絡書店下訂單 但是你內心必須清楚地知道你想要些什麼 為了理清什麼是你想要的 列一張清單吧 拿出筆記簿 寫下你想成為、想實現或者想擁有的一切 無論是完全健康、良好的人際關係、好好的工作、旅行 或是希望世界太平、人間充滿善意都可以 寫下所有你一直橋手期待的事物 要非常清楚你到底想要些什麼 因為一火不清不楚的心 會搞出一張不清不楚的訂單 會讓網絡書店意外寄給你提武巴蘭的專輯 而不是新生代流行惡之王賈斯丁提武布萊克 下訂單之後 相信它正向你而來是很重要的 因為那股相信的能量 可以與你的渴望相負相成 令到它同類相吸 要怎樣讓自己相信? 很簡單 只要假裝你已經擁有自己想要的東西就可以了 人們說相信不過是不斷重複的想法 所以就假裝你的渴望已經達成了 例如是 我車房裡有一架非常型的車 星期六晚我與心儀的對象約會 我記了一首自己寫的歌 比一流的唱片製作人 而且他很喜歡 你越是這樣做 就會越相信自己真的已經得到了 這就是吸引你想要的事物的關鍵 這個創造過程的最後一個步驟就是接收 所以輕鬆一點讓自己落在其中 去感受那些微妙的感覺 感受你終於得到你喬手期待的事物的時候的感覺 一旦有著弱的感覺 你會與自己的渴望同步 在這樣的狀態中 你就準備好要有所行動 即是採取受到靈感啟發的步驟 以接收願望 接電話、開門、簽收包裹 想辦法確保你所要的事物 換句話說 你要在生命中創造出某些條件和空間 以便願望來到門口的時候 你可以以完美的狀態接收它 講得更簡單一點 你是通過思想來要求和相信 然後通過行動來接收 很多人仍然搞不清楚 行動在這個創造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他們想 我當然要做些事來讓我想要的事情發生 但應該要做些什麼 你可能好無頭緒 於是你就像一隻盲頭烏鷹 到處碰壁 沒有方向、沒有主意 這件事太難了 你很快就會覺得好無進展 其實你需要的只是靜下心 準備好接受靈感啟發 我想像我的畫 然後畫出我的想像 來自藝術家文森特梵高 當機會出現在眼前 而你有某種衝動想要做些事 這樣你便在採取有效的、直覺的、受啟發的行動 有些人很難分辨受啟發的行動 和單純去做之間有什麼不同 兩者的差別是在於 當你只是單純去做 你會覺得疲倦 好像很辛苦又根疲力盡 好像在喘流中逆流而上 圓圓串串是一種掙扎 另一方面 受啟發的行動就好像微風 一點都不像是在工作 它是直覺的、本能的 就好像騎在一波完美的浪頭上 一直抵達岸邊 這就是受到啟發的感覺 毫不費力、十分容易 感覺就好像魔法一樣 所以相信你的直覺 每當你感覺有靈感、直覺 又或者是受到啟發的時候 便跟隨它 因為那個是宇宙在啟發你 那個是宇宙在推著你 去接收你要求的事物 好了,這就是創造的過程 要求、相信、接收了 看起來似乎很簡單 然而對某些人來說 最困難的部分 是在於相信自己 可以讓這一切發生 因此就從小事情開始練習 先試試某件你完全相信自己 可以吸引來的事物 例如是收音機裏播放的一首歌 或是最好的朋友打來一通電話 試試,當你相信它已經在路上 它就會來到 即使從小事情開始 也是很好 事實上,宇宙並不在乎事情的大小 無論你想要的是什麼 大或者小 昂貴還是很難得到 只要你真誠地、確實地、堅定地相信它會來到 宇宙就會準時地把你想要的事物送過來 毫無例外 真實故事 邁克的秘密 爺爺還在世的時候 事實上對我來說 他就像我爸爸 整天告訴我 我可以成為或達成生命中任何想要的事物 但直到16歲 我才明白這個道理 那時我總是不停地跟他說 老爹,我覺得自己沒辦法入選籃球校隊 老爹,我很怕這個學期的成績沒辦法過關 我不停地跟他說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 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說 沒有可能 之後大人隨便丟出來的一句簡單的說話 因為他們發現 與探索改變現狀的可能性比起來 活在被動的狀態中比較輕鬆 他告訴我這些說話的時候 我呆了 而且非常驚訝 不知說什麼好 我想說些事 但又找不到可以表達的事 只可以給他一個擁抱 而且說 多謝你呀老爹 後來整個晚上 我躺在床上想著爺爺的說話 第二天早上 我帶著笑容和對生命的全身體發醒來 我自由了 沒有懷疑 沒有疑問 只有 是 是 是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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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此 一切都變得輕而易舉了 我入選了籃球隊 曲棍球 田徑和網球校隊 受到所有老師和朋友的喜愛和信任 我在班上的成績表現突出 起上加起的是 我還被指派擔任成為班長 班長的時候 我已經連續兩年獲選為年度最佳運動員 而且今年還要閃亂 看過秘密之後 我更下定決心要讓自己做到最好 而且還要更好 這個故事是來自南非德班士 17歲的邁克 有信心地踏出第一步 你不須看到整座樓梯 只要踏出第一步就好了 來自精神領袖 文權運動者馬丁魯德金博士 秘密101 好了 現在你已經冷靜下來 而且準備讓自己有所啟發 等待靈感或直覺來到了 與此同時 你亦想知道應該怎樣運用這個秘密 來處理眼前的生活 現在就是散發光彩 預先規劃生活 而且讓宇宙力量為你開錄的時候 無論你是在上學、工作、在外面走動 或留在家裡 想想你即將面對的事 必須迎頭趕上的比賽、學業、朋友 或大型考試 想想眼前的那些事 然後運用創造過程的三個步驟 舉例來說 你的預定計劃中 有某件事讓你覺得很緊張 它是個大好機會 但又讓人害怕 例如是參加學校話劇的輪選 如果你將創造的過程 運用在這件事上 就有點像是這樣 要求 當你剛剛得知公開輪選的消息 而且認定自己可能有興趣的時候 或甚至更早 當你第一次下決心想嘗試演戲的時候 你就在這裡要求 所以這樣就表示 你不用為了輪選的事情感到緊張 因為它是為你而發生的 是你要求它出現的 這樣就可以讓你往下一個步驟邁進了 相信 像想自己站在舞台上 想像是甚麼感覺 穿上戲服會多有影 想像你在背台詞、排練 想像自己在座無虛席的觀眾面前演出 對你來說當然是輕而易舉 就好像是你天生是演戲的 這樣你一出戲的其他演員呢? 當然啦 他們都是很有才華、很有善、樂於在人 而且很有型 想像表演結束的時候 大家都站起來為你鼓掌的景象 這件應該是你碰到最愉快的事 接收 你必須感覺非常美好 其餘的就交給吸引力法則去處理 而要感覺美好的最佳方法是 想像當你知道自己得到那個角色 成為演員陣容的一員的時候 會有甚麼感覺? 那個時候的你會怎樣做? 大叫慶祝輪選成功? 這樣現在就大叫吧! 或者跟下一個出現在你面前的人激掌 那就激掌吧! 又或者你會衝到街上 在路邊見人就想 如果是這樣做的話 有甚麼不行? 行動 在這個步驟裡 你需要採取的行動就是受到啟發的那種 而不要只因為你覺得可能有幫助就去做事情 換句話說 不用在獲選之前就去剃頭 或將頭髮染成閃亮的粉紅色 以便迎合那個角色 不過你可以確認你的電話處於開機狀態 而且充電 這樣導演或戲劇老師才能聯絡到你 讓你知道自己被選中 你還可以檢查一下自己的日程安排 確定你一整季都有時間排練 而且正式上場演出 這就是創造某些條件和空間 來讓你演戲的夢想成真的方法 因此無論你安排、計劃些甚麼 都可以完全按照自己想見到 想體驗的方式來描繪你的一日 只要去要求、相信 然後採取受到啟發的行動 來接收你完美的一日就可以了 這就是演員兼製作人 德魯巴里摩爾 每天早上做的事 他在心裏計劃自己一日當中的每個細節 無論是穿睡衣頭糧 還是背著電影 他其實沒有那麼喜歡你的劇本台詞 他相信這一樣是開始每一日最好的 其實也是唯一的方式 想要真正地活著 就得像吸進精華般 在人世間善用每一天 以獲得最多 來自演員 德魯巴里摩爾 修正結局 每日結束時 亦有事情可以做 回想一整天當中 有哪些事 沒有如你所希望這樣的方式發生? 仔細想想自己當時的震動頻率 又或者思想 怎樣影響了這個結果? 例如是 或者你問父母 星期六晚上 你可不可以晚點回家 但內心卻一早已預料到他們會不同意 於是你準備好要發生一番爭執了 而那些正是你得到的結果 尖叫 扮悶 被禁閉 被罰做家務等等 現在好好地想一想 這樣的時刻 會怎樣影響你 讓你變得氣憤 悲觀 和沮喪? 但是在擔心之前 又先想一想 你是可以跳過記憶中的劇本 而在心中重新安排劇情的 修正 想像 即慶幻想 虛構劇情 但是要將結果改成你比較喜歡的版本 給自己一個荷里活式的結局 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你剛剛那個星期六晚上 想晚點回家的例子來講 你可以想像自己用冷靜 據說服力的方式 樂觀地和父母討論 答應他們 你會經常打電話回來報平安 也會和有責任感的朋友在一起 那些朋友父母也認識 而且信得過 想像父母很講道理地回應你 而你也接受他們規定的回家時間 大家都很開心 這樣想 是不是感覺好很多呢? 現在 每當想起這個情境 你就會想到新的 改良過的快樂結局 而不是原本的爭執 這個導演展出版的結局 讓你擁有更好的心情 更快樂的想法 當然也會在未來吸引更好的事物 當你覺得有點失望 一整天都過得很糟糕 或者碰上困難的時候 可以隨時把這個修正結局的技巧拿出來用 晚上睡覺前 回想日後發生的事 想像它轉換成為自己喜歡的結果 提升你的震動頻率 然後心滿意足地入睡 這個也是運用秘密的方法 真實故事 邁克的秘密 進入這間磁石高中的第一年 我讀得很痛苦很掙扎 第二個評分期的成績 我得到一個F和一個D 其他科目都很慘 我很怕會因為這種難成績而被退學 就在這個時候 我看到秘密的DVD 它改變了我的命運 我拿著那些慘不忍道的成績單 衣養滑葫蘆 在電腦上用XL製作了一張 上面的成績全部都是A 還給自己非常好的評語 第三個評分期 我明列優等生名單 成績比我在國中的時候更好 那是一定的 現在是二年級的第二個評分期 上一次的評分期 我得到六個A和兩個B 品行也獲得很多的讚美 每個老師都很親切 體貼 我再不用在學業上掙扎 你一輩子 我從來沒感覺這麼棒的 真是太感謝了 這個故事是來自美國 新澤西州15歲的邁克 這個故事是來自我 我以為你們是一輩子